首先在软件的平台界面 将R轴下降到我们所想要打印的 根据打印零件的高度 R轴下降 我们指定了一个一个一个高度 它的距离我需要打印零件 这高度大概是在不到30多 我下降50 它的速度 我会1.3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点开这个mcd 可以看到它的供本轴跟车员高度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 点击在供本轴上 点击一下下降 可以看到 我们的供本轴在下降 将供本轴下降到合适的位置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本轴的数据一直在变化 到此时 下降已完成 好声 然后动挂刀 挂刀回来 好有没有 来 给上 给上 你 我 我 这 我 我 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